有待母亲欢我欢歌 话说英国曼彻斯特大街上 一群特种兵冲进房间 拿枪威胁壮汉 壮汉很刚 手中小遥控器一弯 瞬间火光冲天 30个特种兵当场雷气 消息传到美国中情局 特工头子开心到不行 仔细一调查 发现幕后黑手名叫胡子书 经常在伊拉克 叙利亚 约旦等地区活动 而且胡子书放了狠话 先搞欧洲 再搞美国 最后团灭以色列 特工头子一看 胡子书那么嚣张 当即找到参议员 让参议员再弄点洗衣粉 继续往中东增兵 必须抓到胡子书 参议员一听 那压根不同意 说手里没钱增啥兵 让特工头子 用最低的成本 抓捕胡子书 特工头子 只能派顶级特工 社会王潜伏到中东 寻找胡子书的踪迹 社会王在助手的帮助下 和一个叛徒见了面 这个叛徒是胡子书的手下 拥有博士学位 精通五国语言 不得不说这样的人才 不为国家效力 却去当二狗子 属实有些气人 叛徒抬手 给社皇一份视频文件 视频里的人正是胡子书 不过这点资料只是皮毛 根本找不到胡子书 社皇决定废物利用叛徒 吸引出胡子书的其他小弟 趁机寻找胡子书躲藏的地方 叛徒一听炸了锅 压根不同意 社会王也不废话 掏出手枪 顶在叛徒头上 告诉叛徒 咱们是朋友 我肯定保护你的安全 你要是不信我 我就崩了你 叛徒只能认怂 骑着小绵羊 在大街上到处乱窜 果然胡子书的手下出现 手拿AK一顿横扫 打伤叛徒 要把叛徒抬上车 社皇也不废话 掏出枪 一枪崩了叛徒 转身潇洒走人 所以说千万别当叛徒 不然的话 早晚玩玩 在美军无人机监视下 社皇找到胡子书手下躲藏的据点 发现对方正在烧毁情报资料 他假装汽车抛锚 向对方求助 对方很热情善良 叫来其他人帮忙修车 不料他的助手是个憨憨 杀掉一个壮汉 双方瞬间爆发大战 社皇拿出冲锋枪 杀掉其他壮汉 把情报资料装进背包 开着车叫逃跑 这时胡子书的手下赶来支援 疯狂猎杀他 他立刻呼叫直升机 对方也是不怕 拿出RPG就要干翻直升机 但直升机火力太猛 直接轰飞一辆车 另一辆车里的人一看 在被炸飞之前 拿出RPG轰烂社皇的车 社皇受伤晕倒 助手成了渣渣 这一炮最低价值 使劲地挂烧 等社皇醒来后 已经到了医院 特工投资命令他 去约旦和其他中情局特工见面 一起追捕胡子书 他到约旦后发现 这里的特工都是废柴 连个小偷都抓不住 无奈之下 他和约旦安全局局长 大背头亲王见了面 让大背头共享情报 一起抓捕胡子书 并承诺中情局 会把所有机密情报 都分享给大背头 大背头一听心想 这哥们撒谎都不带脸红的 虽然知道社皇不靠谱 但这点面子还得给 大背头当即给他提供一份情报 在闹市区 有胡子书的一个临时据点 逮捕那里的小弟 应该能找到胡子书的线索 他立刻带着新助理 来到闹市区 跟踪那个小弟 不料小弟反侦查能力很强 发现了他 仨子就跑 他追上去 摁着小弟在墙上疯狂摩擦 掏出匕首 摁着小弟的腰子 三刀六动 小弟当场脾气 旁边的两只狗子 一看他敢杀人 瞬间怒火攻心 对他一顿猛啃 他疼得嗷嗷止叫 直接逃了跑 看来那些叛徒 还不如狗子给力 最起码狗子打出了成敦伤害 社会王被咬后 来到小诊所 打狂犬病疫苗 故事傻白甜 一看他长得还挺帅 当地和他谈恋爱 一阵恋爱后 抓捕胡子书的行动 有了新的进展 大背头告诉社会王 自己在胡子书内部 有个隐秘线人 过一段时间 就能确定胡子书的位置 这当社皇等线人消息时 特工头子突然来到约旦 和大背头见了面 两人一阵谈判后 社会王才知道 美国中情局究竟有多霸道 中情局特工头子 命令约旦安全局局长大背头 必须交出所有绝密情报 协助中情局抓捕胡子书 不然的话 就是不给中情局面子 大背头也是个狠人 告诉特工头子 就不给你这个面子 我看你能咋办 特工头子气得瑟瑟发抖 决定提前行动 逮捕隐秘线人 拷问出胡子书的线索 在大背头之前抓到胡子书 一旦成功 就给约旦国王施压 罢免大背头的职务 然后再暗杀大背头 他当即派出小弟 包围隐秘线人 不料线人很机智 一个闪现逃了跑 这下事情发生了连锁反应 隐秘线人认为自己被出卖 和大背头断绝联系 而胡子书原本要去的一个临时藏匿点 也被大伙销毁 他们失去了唯一一次 逮捕胡子书的机会 而特工头子一看 自己把事情搞砸了 屁股一拍 坐着飞机回了美国 所有烂摊子都甩给了社会王 社皇也很惨 被捆成粽子 带到大背头面前 大背头告诉他 你们重情局 全是骗子 并让他12小时内离开约旦 不然的话就干掉他 他只能坐着飞机 也回到了美国 但他并没有放弃任务 而是想到了一个 极其邪恶的计划 既然他找不到胡子书 就让胡子书来找他 创造出一个新的组织制造袭击 迫使胡子书和他取得联系 他假装银行工作人员 和一个中东设计师接触 让黑客盗取设计师邮箱和银行账号 假冒设计师名义 向一个小组织汇款 作为活动经费 然后他命令美军基地 给几十个无名尸体 穿上美军军装 放在一个宿舍里 瞬间引爆特勒特 并向外界宣布 美军基地被袭击 几十名士兵被炸死 这下全世界的目光 宣布对这次袭击负责 一天后他就接到了胡子书打来的电话 要和他见面一起合作 他很开心 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胡子书的线索 只要安排设计师和胡子书见面 趁机逮捕胡子书就能完成任务 不料设计师看到自己邮箱后 瞬间炸了锅 开着车就要逃跑 他赶忙安慰设计师 说自己绝对会保护设计师的安全 不料他花印刚落 胡子书的一群手下出现 抄起AK凤凰吐吐 把设计师抓进小黑屋开始审问 设计师看着面前杀气腾腾的壮汉 瞬间吓哭 说攻击美军基地的事情 真心不是自己做的 是美国人射黄利用自己的邮箱 干的这些坏事 胡子书一听设计师是个废物 被美国人利用了 那是气得不行 当即干掉设计师 扔进了垃圾堆 特工投资得到设计师死亡的消息 立刻给射黄打了电话 命令他放弃抓捕胡子书的计划 他那是压根不同意 对着特工投资一顿猛喷 说对方是个废柴 破坏了整个行动 还来瞎指挥 特工投资也不发火 让他冷静下来后返回美国 他挂断电话 那是心乱如麻 要找女友傻白田 谈个恋爱放松一下 不料傻白田家里一片凌乱 很明显有人绑架了傻白田 这时一个神秘人打来电话 对方自称是胡子书的手下 要让他出面交换傻白田 不然傻白田救的没命 他瞬间炸了锅 找到大背头 请大背头帮他 但他之前的行动 欺骗了大背头 大背头压根不信任他 直接把他赶走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到特工投资帮忙 并按照神秘人的指示 来到约定地点 被塞进车里 离开约旦 司机把他扔在沙漠中心 一脚地板游走的人 四辆豪车出现在沙漠里 瞬间包围社会王 在他四周不停转圈 沙土飞到空中 成为烟雾弹 阻挡空中美军无人机监视 随即黑色头套 顺便卡在他头上 他被塞进车里 四辆车冲出沙尘 分别跑向不同方向 这下中情局特工头字慌了神 压根不知道该跟踪哪辆车 只能放弃跟踪 直接宣布了他的死亡 另一边 汽车一阵赶路 来到一座小镇 圣皇被带下车 塞进小黑屋 抓他的人也很客气 亲自为他喝水 喝饱之后 他被捆在房间里 一群壮汉 杀气腾腾地出现 而站在他面前的人 这是他千方百计 寻找的胡子书 胡子书很淡定 浑身却充满杀气 他吓得瑟瑟发抖 压根不知道该咋办 这时他突然发现 隐藏县人就在胡子书身边 为了活命 他决定出卖隐藏县人 说胡子书身边 有约旦安全局的县人 胡子书根本不信 说自己身边的人 全是最安全的战士 而那个县人 看向他的眼神 逐渐陷入疯狂 就差冲上去杀了他 他一看胡子书不相信他 只能停止出卖县人 并威胁胡子书 说中情局特工不会认怂 就算被抓了 也不会出卖任何人 胡子书一看 他说话跟放屁一样 当即告诉他 自己本来就没打算放他走 就算中情局 拿很优厚的条件来交换 也只能带走他的尸体 他再次忽悠胡子书 说你们这里没有石油 你们啥也不是 胡子书也不废话 告诉他没有石油 美元啥也不是 两人一阵抬杠后 他彻底认怂 请求胡子书 放了女友傻白甜 因为傻白甜是无辜的 胡子书却说自己没见过傻白甜 他一听感觉事情不对 认为自己被出卖了 但胡子书却不管不顾 抄起小铁唇 砸断他的手指头 他疼得嗷嗷 随即胡子书让手下干掉他 手下们更凶残 把他摁在桌子上 拿出匕首 就要杀了他 他瞬间想起 以前审讯伊拉克战俘的情形 他们挡住战俘双眼 用木板砸断战俘双腿 并给战俘注射肾上线激素 让战俘保持清醒 而如今他乘得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心里终于想通了一切 他们所做的一切 别人都会还回来 而且会加倍还给他们 这当他以为自己要没气时 大背头带着一群特种兵出现 瞬间解决一群壮汉 救下了他 胡子书想逃跑 被特种兵抓进车里 带回了约旦 医院里大背头向社皇 坦白了一切 原来大背头为了引出胡子书 派小弟绑架了社皇的女友傻白甜 并冒充胡子书 威胁他用自己交换傻白甜 他信以为真 与此同时 大背头通过线人忽悠胡子书 说抓住了个中情局特工 并派手下 把社皇送到沙漠里交给胡子书 而胡子书肯定会亲自审问他 这样就能确定胡子书的位置 更关键的是 这次行动得到了中情局的配合 中情局的要求很简单 只要能抓住胡子书 就算社皇死了也没啥大问题 而这一切都是谎言 中情局特工投资 让社皇撤回美国 其实就是为了刺激他 让他认为中情局放弃了抓捕胡子书的计划 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整个计划 然后绑架傻白甜进一步刺激他 让他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 彻底成为诱饵 引出胡子书 社皇一听 知道自己成了棋子 心中十分郁闷 不过大背头说了一个好消息 傻白甜已经被释放 安全回了家 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身体康复后 他找到特工投资 当场提出辞职 特工投资同意他的请求 让他继续留在约旦和傻白甜谈恋爱 而在他头上 均用无人机仍旧在监视他 只要有任务 他还会被启动 因为让他辞职也只是个谎言 就这样 社皇退隐江湖和傻白甜 过上了天天被无人机监视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圈局中 谎言带来的不仅只有谎言 还有无法挽回的因果 这部电影用中情局特工的视角 展示了特工的真正的工作环境 利用语言和行动 再添出特工的丑恶嘴脸 而小李子的演技将主角的内心演绎得淋漓尽致 非常真实 好了 今天电影倒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后 我们下期再见